欧阳娜娜到底有多么厉害 她堪称天才少女 五岁学钢琴 三个月就练完了姐姐习琴三年的课程 六岁又学大提琴 十二岁时 欧阳娜娜举办了个人大提琴演奏会 成为台湾演奏厅有史以来 年纪最小的独奏家 在万人眼中 欧阳娜娜配得上天才一词 但这一切也离不开她的家庭 从五岁时 父母就强制她 睡醒就要弹琴 所以欧阳娜娜的童年只有音乐 欧阳娜娜的父亲欧阳龙 在八十年代 就是台湾省中国电视公司的男演员 还曾经担任三立都会台的总监 在多个电视台担任过节目制作人 并且还出演过不少的电视剧 而欧阳娜娜的母亲傅娜 也是台湾省艺人能演能唱 出演过很多电视剧 单看欧阳娜娜的父母 就不得不感慨 欧阳娜娜一家的艺术氛围 然而欧阳娜娜还有一个姑姑 叫做欧阳飞飞 这个姑姑的成就也是很厉害 70年代在日本出道 刚出道就风靡全日本 热情的沙漠这首歌曲 也是她的原创 并且欧阳飞飞和林青霞 都是很好的朋友 可以说欧阳娜娜是林青霞 从小看到大的 所以小小年纪的欧阳娜娜 在娱乐圈就拥有许多资源 欧阳娜娜从出生 就有着出色的家庭背景 并且父母的教育 也支持着她音乐路上的成功 华丽的父亲 显赫的家世 天才少女的光环 这些看似遥远的梦想 全部都加持在一个少女身上 她就是欧阳娜娜 曾经她的热门标签 是哪个女孩 不想活成欧阳娜娜 确实如此 欧阳娜娜的天才成名录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2013年 13岁的欧阳娜娜 通过大提琴 考入了科迪斯音乐学院 成为了当时的学院中 年纪最小的学生 这个学院可不简单 曾多次培养出国际知名演奏家 是顶级的古典音乐学府 钢琴大师朗朗 也是在那毕业的 在2014年 欧阳娜娜曾演北京爱情故事 在影片中 本色出演了校园里 会拉大提琴的音乐女神 同时她也通过这部电影 被观众熟知 成病后的欧阳娜娜 开始忙着接客中通告 而网友们也担心起来 这个年仅14岁的小姑娘 会因为娱乐事业 毁掉自己的前程 还好 欧阳娜娜娜在节目中 做出了回应 她说自己最爱的还是音乐 会坚持课业学习的 可就在一年后 她从科迪斯学院辍学 至于原因 官方并没有公开 而欧阳娜娜 自从辍学以后 也开始全身心地 投入演艺事业 但是她的作品 被许多人诟病 甚至之后的 蚂蚁静走十年 都成为了嘲讽她的梗 娱乐圈的生活 对于欧阳娜娜娜来说 并不友善 遭遇全网黑的情况下 她在18岁生日的那天 生活迎来了转机 原本在15岁的时候 欧阳娜娜 应该在全国最高音乐首府 享受古典音乐的洗礼 可是她 却错学走上了演艺道路 之后 经历了漫长的全网黑 2018年 并没有什么好评的欧阳娜娜 在18岁生日这天 做出了人生重要的决定 她首先选择重回校园 考取知名的伯克利学院 之后 在工作上 她签约到了营销之神 杨天真旗下 据说 这是一个手下有百万营销号的女人 她简直无所不能 杨天真可以把艺人的黑料 写成圈粉利器 有了营销之神的帮助 欧阳娜娜 迎来了自己的事业上升期 她通过分享大学生日常 掀起了艺人Vlog的热潮 之后 还在红毯现场 一起长裙配宽威 更是拉近了她和粉丝的距离 所有人都觉得她 不再遥不可及 而是突然有种 离家少女的感觉 杨天真的营销方法 确实捧红了欧阳娜娜 可这也把欧阳娜娜 推到了话题中心 成为了当时娱乐圈的问题焦点 不管是专业水平的降低 还是综艺节目上 对选手的偏袒 这个女孩遭受到了全王的非议 不过认真反思一下 欧阳娜娜 也只是一个成年不久的智能女孩 当其他人的豆蔻年花 都在追逐梦想时 她却在演员和大提琴演奏家之间 徘徊迷茫 但不可否认的是 欧阳娜娜 早就有了超越同龄人的成就